迷你世界中你不知道的事情 圣鹰的仇人究竟是谁 今天我和学姐发现 圣鹰其实他有一个仇人 就在迷你世界中 小伙伴们他其实就是孙悟空 齐天小圣 我是有证据的 小伙伴们你们看 这个时候的圣鹰入场以后 他吐的是三味真火 可是他烧的却是 齐天小圣 孙悟空 并且孙悟空已经化成了灰烬 小伙伴们在评论区中 打出123 我将会告诉你其中的真相 小伙伴们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圣鹰就是西游记中的红孩儿 而他的母亲则是灵瑶铁扇公主 小伙伴们如果你仔细看 你将会发现 其实我们的灵瑶和圣鹰 眼中的颜色是一样的 并且他们两个都掌握着 火焰 你们看华丽而优雅的女主人 她是封神公的 并且含有圣鹰的父亲就是魔炎 她在西游记中的原型是牛魔王 也掌握着火焰 并且她还是火焰之主 也就是她将三味真火交给圣鹰的 而圣鹰烧的这个人其实就是孙悟空 所以小伙伴们 这幕后的主使其实就是牛魔王 你觉得呢 我给你称鹰的